极度汽车的汽车机器人 RoboWide量产版终于来了 听说新车将会在2023年进行消负 其实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拍过了 它的概念版车型 以及它的探约版车型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翻看我们网汽车视频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是极度的第二款车型 也是这一次广州车展刚刚亮相的 相当于是极度的第一款 智能纯电轿炮 Robo2 极度汽车从第一款车的设计之初 就在追求科技简洁的外观设计语言 也被大家称作是机器人美学 虽然说今天的Robo2 它只是一款概念车 但其实我们已经看到 它家族化的一些设计特点了 低派的车头设计 车底没有距脚 大灯组采用了跟Robo1的同款设计 中间是一条贯穿式的灯带激光雷达 被融入进的两侧的大灯组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像素式大灯呢 也同样具有情感交互的灯与功能 侧面采用的是一个低趴俯充的 轿跑车身姿态 整齿的比例呢 看起来非常的动感 那它的车门开启方式 跟Robo1一样非常特别 没有这样的一些门把手 就在这里一个按键 B柱跟C柱不分 我们只需要按下按钮车门 就可以打开车身上还能看到 非常多一些低分组的设计 比如说这边的一个 低分组的轮毂 21寸看起来非常夸张 那尾部呢 还有一个主动升降的尾翼 预计这辆车应该又会是 一辆加速表现不错的车 来到尾部之后呢 我们同样还会找到Robo1的引子 比如说它这个充电接口 还有整个尾灯组的造型 但是由于它这个轿跑的尾部 溜背的设计啊 会让它看起来 比SUV车型更加的动感和年轻一些 至于具体的内饰部分 因为这一次Robo2呢 它只是一个概念车的展示 所以我们是看不到里面的 但我估计啊 它也会跟Robo1采用同样的设计颜 包括它的U性发向盘 跟它前面的大连体 都会被保留下来 至于它坐舱的智能化体验 我觉得就更不会拉胯了 因为在Robo1上面就已经搭载了 英伟达的OruX 以及高通骁龙8295的车灰级芯片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 这辆车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还是它的辅助驾驶能力 大家都知道 极度的辅助驾驶呢 是基于阿波罗L自动驾驶开发而来 听说2023年Robo1交付的时候呢 将会搭载芯片点对点的 银行辅助能力 也就是说 我们从P档出发到P档停车 整个过程当中 基本上不需要我们怎么动手去操作了 我猜测啊 这款Robo2呢 将会在2024年进行上市 所以这个站在巨人肩膀上 成长起来的 极度品牌造出来的智能锤电轿跑 你们期待出了吗 好吗 小片子 我猜测 我猜测 那是 我猜测 你说 感谢观看